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汉唐高老师,感谢你来到我的课堂上 一样的再帮你叮咛一下,如果你没有教材的话,那么欢迎你到我的这个博客这边来下载 可以下载到最新的我这一本书的这个教材 那这本书是我来自我的这个四人前所写的Android的设计招式之美 那么虽然里头的例子是依照这个第一版本的Android 但是在目前看起来,这些招式之美都还是几乎百分之百的实用于这个Android的4.x的一个版本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第十章,就是讲这个状态模式 好,那一开始我还是一样来说明这个状态模式的美妙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那它是在这一个跟随着状态的变化,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不同的,比如说我们采取不同的组合策略等等的 那么我们就会随着状态的变化,我们会去变换有很多很多的各种策略 那我就是以Android的画面的这个UI的布局为例 那接下来呢,就会介绍这一个Gang of 4 这一个设计模式书里头 对这个State模式的一种说明 那也挤这个State模式的范例 到第三个阶段呢,就来以这个Android框架为背景 然后来说明这个状态模式 在Android框架里头的一个运用的巧妙的地方 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第十章 这一个10.1,就状态模式到底美妙在哪里 首先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状态变化之美 就是对于这个状态的变化 一般呢,我们都称为叫State 的Transition 就是状态的这个转移,这是T Transition OK,就是状态的一种变动 一个它在不同的状态的依赖仪器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一般就称为 这个Transition Transition 叫做Transition,叫做转移 那么这个我们称为叫做状态 State State 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这个叫状态转移之美 在上一章呢,我们已经介绍过 这一个aggregation 对象的多样化的这个组合 由于呢,简单的细 所以我们很容易做组合 也由于呢,它包容的复杂多变 所以创造了无尽的繁荣 所以这里是说明的 因为有简单的细 所以呢,我们很容易组合 那么因为这个简单的集装箱里头的包容的复杂多变 所以创造了无尽的繁荣 美的设计就是要追求简单的持续 这是order 的一个过程当中 并不伤害繁荣的包容力 就是说 我们在追求简单的持续的时候 我们是对于这个繁荣繁杂 我们要尽量的去包容它 而不是去伤害它 这个老子的道德经上面有说 多闻属穷不如手中 就是对繁杂多加以限制 就是对于呢 多变给予呢 一个限制 反而会失去这个动能 倒不如呢 这个维持繁杂的完整性 以它的变动的自由度 变动的自由度 就是我们不要对繁杂太多的限制 反而会失去它的动能 那么应该维护繁荣的完整性 以及它的自由度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追求简单的持续的时候 对于这个繁杂的这个包容力 应该要增强 因此呢 我们就更加的能够包容这个繁杂多变 所以叫做容易 就包容改变 包容改变 所以这说明了 万事万物的本质 多采多知的大自然 就是来自于大地 孕育与包容万物 多变的状态 就是它的状态会一直在变化 所以是 重点在State这个字 例如我们周遭的对象 在其Life Cycle 就是生命周期当中 内部状态不断的改变 有些过程是一直循环的 有些是分阶段的 那例如呢 花这个对象的Answer 大小等状态是联系的 然而人们常常把它分为几个阶段 所以这个状态本身 基本上 它不是这一个 事物的 一个自然的 一个分类 其实它是人们 把它做分类的 把它做分类的 OK 这是人们为了 去掌握它的变化 所以把它分类 其实 很多自然界都是联系的 并不是分状态的 但是人们呢 常常会 为了容易掌握 能够了解 所以去把它分阶段 比如说 这个花 就把它分成 含巴或待放阶段 然后呢 盛开的阶段 或者是状态 还有凋零 凋零 那这就是 state transition 到另外一个state transition 到另外一个state 花在不同状态中 释放出不同的信息 就是 它有不同的 像香味 等等的 也呈现不同的面貌 激发人们 不一样的心情 所以 含苞带放的花 散发出 令人期望的信息 凋谢的花 带给人们 惆怅的心灵 在街道上 的红绿灯的状态 它会不断的在变化 那其中 这个 红灯亮 那么 绿灯亮 黄灯亮 分别代表的是 这个红绿灯对象 的 三种不同的状态 在不同状态当中 这一个 对象本身 会产生不同的行为 跟它的面貌 OK 所以在不同的状态中 这个对象 或者系统 它会产生不同的 行为 跟它的面貌 所以你看 在红灯的时候 它就会亮起 这个红灯 在这个状态的时候 红灯亮 在这个状态的时候 绿灯亮 OK 而且呢 显示小绿人 在跑步 在跑步 那这边 黄灯的 黄灯状态 如果状态是黄 这个 那它亮起黄灯 亮起 红灯 亮起 绿灯 而且呢 显示小绿人在跑步 OK 在走路跟跑步 在红灯灯的 多个状态 变化里头 映藏了 小绿人的 多个状态的变化 这两种 多状态的变化 又蕴含了 简单的 组合的 组合的 次序 那么 什么样的模式 可以表现 这种优雅的次序呢 也就是说 这一个 在红灯灯的 多种变化当中 在这一个状态 这个state 是绿的时候 那么 小绿人呢 又会有几种状态 一种状态是 这个人呢 是在走路 这表示呢 时间还够 等到快捷 时间会不够用的时候 那么这个人呢 就变成跑步的状态 所以呢 有三个状态 一个是 走路状态 一个是 跑步状态 一个是 这个休息状态 OK 这样子 所以呢 在大的 这个红灵灯的状态当中 又隐藏的 小绿人的 多状态的变化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 组合型的 一个 状态之美 OK 好 那我们 这个现在 再回忆一下 我们过去 在上个单元 所介绍的 Strategy的Pattern 那这个Strategy Pattern呢 我们看到Android的典型的 这个例子 就是一个 配合呢 这个ListView 的一个BaseAdapter 那这个BaseAdapter呢 其实就是Strategy的这个抽象类 然后这个是Strategy的 的这个 迹象类 一 这个是迹象的 Strategy特类二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 典型的 Strategy Pattern Strategy Pattern 好 那在这个Strategy Pattern当中 有两种 这个 变与不变的分离 这个我们也讲过 我们再来 帮你做个 简单的说明 不同的应用程序 有不同的侧类 它们之间的 变与不变 可以把它分开来 就是 刚刚这里 就是这一个的 变与不变 就是上面是抽象类 底下是具象类 所以 不变的放上面 变的放下面 所以这是 第一个 变与不变的分离 这是 这里在讲的 变与不变的分离 然后呢 在一个应用程序当中 这一个要 撰写不同程序码 来表达不同的侧类 我们会将 这个程序码的 变与部分 把它分离开来 委托给侧类类 Strategy Class 去实现 那这个 又是另外一种 变与不变的分离 就是 在这个List的View里头呢 那么 有很多 每一个 有很多侧类 要去写这个代码 就发现呢 这些都可以委托出来 可以把它独立出来 独立出来 独立出来 委托给这个类 来做 然后这个类呢 就是可以被戳换的 因此呢 这个叫做 变与不变 不变你留这里 变的把它拉出来 OK 所以呢 这个我们就称为 是第二种的 变不变分离的侧类 好了 那我们已经提供很多次的 这个分 只是手段 那么 核 才是目的 就是 我们的分离 只是手段 简单的组合 就是透过 简单的 这个 集装箱 这种东西 那包容复杂 就是简单的外形 内容可以多变 的这种 简单的造型 来组合 跟包容改变 那才是目标 应用简单的造型 来包容改变 再透过简单的 运力 来做组合 那么 这才是目标 才能够无尽 繁荣 才能够欣欣向荣 这说明了 一个APP里头 可能需要 表达多个不同的侧类 而因为 因而需要 设计不同的侧类类别 来才能够包含 复杂多变的部分 那么 在Android的程序里头 也有类似的结构 刚刚这里是在谈 刚你复习 我们上一个单元 所谈的 侧类类别的意义 现在呢 我们要藉由 这个侧类类别呢 来看一个很相似的 只是 它的变相不一样 但是结构很相似的 一个叫做状态Pattern 所以 有一个类似的结构 就是 一个应用程序 在它的生命周期当中 会处于不同的状态 当不同状态的时候 会显示是不同的行为 所以需要 设计不同的 可能是 策略 类别 是针对 这个状态一 那么 要设计一个 策略一 针对 这个 状态二 要设计一个 这个 策略二 等等的 可能是这个情况 到anyway 在不同的状态 我们需要 会 有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或者是策略 那这个部分呢 也包含了 便利不便 所以呢 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那我们来看一下 例如飞机呢 有四个典型的状态 一个状态 就是在准备中 第二个状态 起飞中 第三个状态 飞行中 就是代表飞机的平稳飞行 第四种状态 就是下降中 就是一 准备中 第二个 起飞中 第三个 这一个 飞行中 第四个降落中 那在每个状态 可能都需要 有它的一个 不同的策略 因此呢 这个一级 这个状态 来设计 它单独的 状态类别 那这样也是通的 OK 好 那可以设计四个状态 代表不同状态下的行为 或是它的侧类 都是一样的 因此呢 这种的状态的 模式 我们称为叫state pattern 所以从飞机类里头 将程序码的 这种 随着状态而变化的部分 把它独立出来 委托给 不同的状态类别 所以状态类别呢 是一级 飞机的状态 而来分类别的 那它 可能呢 每个状态里头 都会有好几个 车类别 都有可能 OK 是 但是 它的结构 非常的接近 如果说 一个状态 一个车类 那么就 几乎结构上是一样的 OK 那 上一张介绍的 Strategy Strategy的 模式之美 本上将介绍 这个Strategy的状态 模式的美 它两者呢 有 相同的美 有一样的细 却是包装的 不同层面的 环杂多变 它是不同层面的 这个环杂多变 OK 好的 那这一块呢 我就先帮你 介绍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咯